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Hello 大家好 歡迎觀看這一期的老师 小退車 小小退車 謝謝彪哥 車庫基調 今天彪哥帶來的這一款是 恩亞克 Coupe RS 198.8萬元 然後是馬達出力340匹 55.6公斤米 欸 蠻大的耶 55.6公斤米 它這個叫做 Matrix LED 智慧 複眼 頭燈啊 全車系都標配 只有RS的車型有21吋女圈 然後它的底盤就是 MEB底盤 裡面最便宜的 不是 它的哥哥就是什麼 Q4 E-Tronk 同底盤的 還有ID5 然後這個四輪驅動 全疊後骨 這一次的另外一個話題 後面都改骨砂 粉塵 怎樣 你要說偷工減料 它都做到這麼高級 近200萬的電動車 你以為它會為了省一個碟盤嗎 不是嗎 一定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嘛 你懂嗎 不過他們是有一種說法 說這個 那都是 那都是歐盟自己說的啦 好不好 以下是歐盟說法 他說是這個電車 比較適合用古砂啦 因為他說這個因為 熱量的問題 發熱的問題 電車的煞車比較不容易過熱 因為它有那個叫什麼 動能輝充 動能煞車 所以它的煞車相較於 汽油車來講的話 它的使用的頻率沒有那麼頻繁 所以這個錢可以省起來 啊不是啊 所以呢 可以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類似這種感覺 我是聽到的說法是這樣好不好 這一次這台車 它把大鋼牙改成什麼 一下 它本來只是大鋼牙而已 門牙而已 有沒有 它現在改成 妳去找那個 Emoji符號裡面有一個笑臉是這樣的 有啊有這個笑臉 有有有 這讓我想到 它這整排都是會亮的喔 日行燈嘛 這讓我想到以前 小時候有個車 respective 叫做 大黑雕 Mercurie的樣子 整排都是日光燉 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再出現這樣子 整排的日光燈了 我近看呢 它這裡面一片一片一片的這個啊 我覺得很像我家冰箱裡面會出現的東西 在隔雞蛋啊 還是說在隔飲料的那個隔板你知道嗎 好啊 那Logo呢在這上面 好 然後再來一個 旁邊的這個很像你去做視力檢查 這個就比這邊嘛 這個就比這邊嘛 這個就有一點VAG集團的那個影子了嘛 GOFF 對 GOFF的那個影子 然後裡面呢一樣有一整排的LED的日行燈 然後LED日行燈不只一條 你如果從我這邊角度看下去 平面也是有的喔 來 側面的輪胎 中間 電燈蓋 欸 怎麼沒有鏡頭 喔 鏡頭在這邊 欸 蠻小的耶 欸 這個蠻特別的喔 這個鏡頭是比起我看了那麼多日系的一些 車廠做的那個鏡頭 是做的蠻不突兀的 已經近似於針孔的一個大小了 蠻特別的是它側面也沒有任何的防刮材質 也沒有所謂的浪板的造型 KUBE的造型 所以呢 鞋背收起來 有一點可惜 我覺得這裡可以做一個小尾翼 我覺得感覺會更有殺氣一點點 我覺得這尾燈筆頭很好看 因為很簡潔 我喜歡這樣 很簡單 很銳利 有沒有腳踢 有 好酷喔 喔 貼心耶 這是一個擋板 好 它用魔鬼磚 可以粘住你要擋的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可以這樣粘住啊 整個都很好用耶 把它看走要不要 哈哈 後面一樣 有做把手 我看屏幕屏 欸 有一點翹翹的耶 後車廂行李箱容積570公升 傾倒之後1610公升 來 CCS2 10%到80% 28分鐘 但是它這個不知道最緊繃 可以充到幾千瓦 我昨天回去查台康有沒有 你知道台康最緊繃 可以充到幾千瓦 300千瓦 ARIA 130千瓦 所以等於兩倍多 充的速度是兩倍多 所以等於它要充三個小時的東西 台康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 對 甚至更快 因為兩倍多啊 真的有差 充電速度是這樣看 它這個有一個傳統 等同勞斯萊斯 配備耶 他們的車系人 欸 幾乎應該都有吧 雨傘架啊 駕駛座車門 傘桶啊 欸 我懷疑這個傘桶進去 它如果漏水怎麼辦 裡面會不會受臭的 它裡面有排水嗎 它有排水嗎 欸 有耶 它有洞耶 可是它很短耶 它只能放折疊傘 它裡面那支大的就放不進去 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到我大拇指上 然後它的天窗啊 是膠和玻璃 透光率只有5.7% 紫外線傳統率 0% 全車系都是標配 9G安全輔助信長 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中央 雙前座的中央系列 欸 我喜歡這種的 像那個馬自達細細的一條 我喜歡這種 比較幼稀一點的 細細的 啊 這是亮面的 好 這邊有一個 類似Carbon的一個四條 上面呢 是軟質的塑膠 這邊一塊 皮了 不過它這裡有直龍毛喔 這個就一般的車比較少見到的 它把門把置入在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的按鈕 電動車開關按鈕這裡 做了一個牆壁 順便當你的門把 在這邊 不過它的這個 順便遮醜 因為它中控就有點廉價了 好 就塑膠原色而已 兩組記憶電動椅 還有附腰靠 腰靠也有上下的功能 好 這個椅子一看就是這個 德國工藝嘛 很帥 很像那個電競直播組的電競椅 而且我現在按起來是蠻有彈性的 你這樣看是不是好像很堅挺 背得很緊的感覺 可是其實按起來你看都是軟軟的 我去側邊也蠻軟的 對啊 它側邊翅膀其實蠻軟的 軟軟的 我等一下試試看 不過它可惜的一點是 它翅膀不能調 它翅膀有點過寬 我已經夠胖了 但是讓我覺得它翅膀還有空間 你看 所以它翅膀過寬過軟 我現在身體碰到它的翅膀是軟的 我們剛剛搬就知道 其實它翅膀很軟 沒有什麼支撐性 我現在這樣坐著 翅膀其實浮不到我兩側 是空的 就算它浮到了它也是過軟 長度也OK 你看 你看 幾乎已經可以支撐到我的膝蓋了 長度 椅面長度也很夠 哇 它方向盤全打孔 打孔比不打孔還多 穿比不穿還涼 不打孔只有這樣 全部都打孔 一樣平靶 三幅方向盤 那這邊就是一些快空間 那右邊是跟車系統吧 看起來 都英文喔 真的假的啦 對啊 這沒有中文介面 它沒有中文介面 連中間的多媒體都沒有 為什麼 它會改嗎 目前沒有消息 這麼International 很高端欸 欸不對啊 它的跟車在這 它是磅子的 我最常用磅子的跟車了 它的舒... 看 數位儀表有點小欸 它數位儀表是5.3吋的 比我的iPhone還小 然後中間的螢幕 13吋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我喜歡 就這個 可愛 你不覺得太小了嗎 我覺得很可愛 你不覺得把大大的東西做小小很可愛嗎 小錄音機啊 扭蛋有沒有 等比例縮小就變很可愛啊 我是蠻喜歡的 而且它這個小小的我覺得做得很有質感喔 就很像一個寶石啊 或是綠寶石啊 藍寶石啊 黑寶石啊 答案一下就是通了回充 它有三段 有沒有 我覺得有沒有 欸啊P咧 P咧 P就是拉手沙車 欸真的欸 我剛剛有往下按是P 我剛剛一直往下按是沒有用 好 然後上面是一個遮陽簾喔 欸這個遮陽簾看起來怎麼 那個是西田式的 真的假的嗎 對啊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下來 蛤 拆下來喔 對啊 啊要收到哪裡 我剛剛在那邊找開關欸 真的假的啦 這好像去外面買那個遮窗戶的那個欸 可以轉 轉起來的那種嗎 轉起來 遮在前檔那個欸 幹嘛這樣 有必要嗎 這把它塞回去 沒那麼簡單欸 沒那麼簡單 我現在不想拆 因為我想要要把它塞回去 應該一定更困難 它沒有吸鐵 它是直接撐在邊邊 它這裡面是鐵絲 它就是外面一框 原鐵絲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塞在這個縫裡 我看到這個我有點滅火 它的加減在這邊 喔 它這邊有音響的大小聲的 屍體按鍵喔 喔 有 有 欸 按的可不可以 喔 按的也可以 也可以 喔 這樣要刷 不過不是很靈敏欸 我現在按很大力 我先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是大力的 來 我手按下去 按到我手有點發白了 有沒有 喔 不是很順對不對 嗯 我現在很輕 輕柔的 Soft 輕柔的比較順 可以玩啦 好玩啦 那你要它很準 你可能好像沒有 好玩啦 對 蠻有趣的設計就是這個 我的開車姿勢 Let's go 後座 後面這個是什麼 遮陽簾 它這次大量使用遮陽簾 這個遮陽簾廠商很爽 賣了這裡又賣了這裡 我自己是不喜歡 門板裡面那件遮陽簾 過了幾年 落乾簾後壞掉很麻煩 但那個 等到你落乾簾後壞掉 你找不到地方休 然後空一個洞在那邊又很煩 來 後面空間 合情合力啦 那因為是骨背嘛 後面也是一樣收了一點 但頭部空間 我覺得它收的還可以啦 不會讓我覺得很壓迫 我覺得它收的沒有很斜 然後椅子坐起來算舒服 坐姿呢 也是算偏正 那椅背也是不可調 是固定的 其實它這裡有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你看 這裡 它中間沒凸起來就算了 它硬要把它做凸起來 大家都在講說 後面平整平整 它明明就 這個拿掉是平整的 對啊 為什麼 爽啊 那你放東西啊 等一下 欸 沒關係 該不會這是選配套件 我不知道 我想說明明就平的東西 為什麼把它做不平 對啊 然後後面 後面有橫空調喔 山區喔 然後一個出風口 後面沒有充電口喔 真的假的啦 椅子也沒有啊 有沒有坐在椅子上 沒有啊 我上次看到 不知道哪個韓國車 是坐在後面椅子上 先坐椅子上面 坐什麼 我覺得很天才 有很多更好的地方 可以坐充電口 你為什麼要去坐在 椅子上 別人的椅子上 我如果是設計師 我覺得不會這樣 你有千百個地方 B柱啊 對 中央扶手啊 甚至這邊的中央扶手啊 很多地方 你有千百個地方 可以坐充電口 你為什麼要去坐在 別人的椅子上 因為別人椅子 它可能會調前調後 好啦 欸 真的沒有充電口 還是我沒看到 欸 它連中央扶手裡面 都沒有充電口 要不然有一些坐在裡面 你還可以拉到後面對不對 完全沒有充電口 所以後座不要想充電 真的 怎麼那麼狠 出門試車 走 我們現在電車越是越多了 我跟你講 好現象還是不好現象 我在想哪一天 我會不會早上來公司 一把火都燒掉了 哈哈哈哈 看來我好擔心喔 好啦 出發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力 Albic 全球領先的鋁美合金 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來 它的82千瓦小時的電瓶 單馬達 續航里程 566到577 然後雙馬達是548公里 那都是WLTP的測試數據 喔 對 有一個重要 電池 我們現在都要講電池 我們每一個廠牌 我們都想辦法揭露它的電池產地 要不要 效法韓國 效法韓國 它的電池是波蘭製造的 然後它電池是方形的 我也不知道 方形它在哪 我就不曉得 試了電車越來越多了 我開始會注意一些 電車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除了電池容量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充電的效率 然後它單馬達的話呢 支援到135千瓦 雙馬達的話 最高可以支援到175kw的一個充電 交流AC的慢充呢 最快可以充到 11千瓦 0到100我記得是5.5秒 因為這次我們短暫計的車 所以我們時間有限 我沒有辦法 幫觀眾朋友很深度的 去測試 我簡單的幫大家感受一下 喔 對 它的前座是雙塵玻璃 我看它的資料寫前座雙塵玻璃 所以我不知道前檔有沒有 不過風切聲聽起來隔音是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底盤的隔音差了些 那個轟隆隆的輪照反跪聲 就真的蠻大 一直回饋上來對不對 那不知道跟它的扁平比 跟21吋的鋁圈有沒有關係 整個底盤就是那種德國的那種 很粗壯 開起來很粗曠的那種工藝 整個開起來是非常的有安全感的 那加速呢 我目前是沒有開任何動能回充的狀況之下 開起來非常接近汽油車的感受 沒有讓我有任何開電車的那種不適感 那我稍微 我想把它撥到B檔試試看它的動能回充 我現在在B檔 其實也還好 它動能回充開起來也蠻順的 沒有是我腳控制的好 怎樣啦 我現在也會開電車 我現在也會玩電車高手啊你 我現在也會去看充電效率啊 這邊順便跟觀眾朋友講好不好 我們上次那個電費單說很貴有沒有 好這邊跟觀眾朋友致歉一下 我們的電費單 連我們辦公室的電都散在裡面了 你哪有濕欸 冷氣一直吹 對啊 冷氣公免錢 那個2萬多塊是有包含辦公室的用電 我想說我每天在充 我想說我被偷電我還去查 原來是我們自己辦公室偷我們自己的電 雖然啦 我目前方向盤是調到最低啊 我的視野這樣看過來 它這個小螢幕其實不會被方向盤擋到 高度做得很剛好 可是車子真的有點小 我看得有點吃力 我覺得現在電車其實都蠻好開的 每一家的這種叫做one pedal的那種 控制模式不太一樣 像我是問彪哥 我等一下可以試看看 彪哥說它的這個one pedal 是可以殺到停止的 那我前一台的那個Aurea有沒有 它是不會殺到停 所以還是要煞車 對 就是你停紅燈 你提前one pedal 放電門嘛 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一定給才煞車 那你像特斯拉是不用的 特斯拉只要你開習慣控制的好 你在紅燈前 你是可以完全都不需要 用到煞車這個東西 那彪哥說這個也可以 我是自己青春試Orea試好幾次 不行 因為它叫e pedal 對 它叫e pedal 然後我特斯拉是one pedal 你現在是要玩文字遊戲是不是 對不對 我記得你在騙我 我覺得跟那個e跟one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取名不同而已 如果是那個Aurea它會一直滑 所以我會覺得Aurea開起來 對我來說是比較像汽油車的啦 因為汽油車就是會一直滑 它不會到頂位置 好 那我現在要把它切回D檔 我不用B檔開了 它整個切回D檔就是一台 我認為就是一台很像傳統的汽油車的感覺 那當然這我是一直常講的 因為我覺得用這樣的形容讓消費者比較能夠體會啦 當然我們不是要求一台電動車一定要開起來像汽油車 這也很奇怪 因為你開明明就電動車 你為什麼要人家很像汽油車 那我只是用這種例子讓觀看的消費者 觀眾比較能夠體會我想要表達的意思 就是其實它開起來跟你平常在開的車 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除了安靜一點沒有引擎的聲音 然後加速比你平常開的車順暢快速很多 來 配備一下 也是蠻貼的 不過蠻順的 不暴力 因為我現在模式是沒有跟動的 好 我記得它的模式的跟動是在這邊 Sport 我再試一次 Sport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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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剛有差勒 那個Normal跟Sport 你頭是不是撞一下 對 哈哈哈哈 有欸 我剛剛也是一樣的踩到底喔 但是Normal沒有這個甩頭的感覺喔 直播下去就馬上就有提升的感覺 電動車現在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電車是一個趨勢啦 當然它有它的問題 大家對於它有它的疑慮 我相信會一直進步一直改變 電動車除了我剛剛講的安靜 不用換檔 不用加油沒有排氣以外 比起其他汽油車來一個趨勢 它車身重量更加的壓低嘛 開起來更加的平穩 過彎會更有信心 所以整個開起來其實我覺得還滿有樂趣的 那它方向盤呢 做的也其實也滿接近這個德國車的感覺 就是不會讓你很沒有路感啊 方向盤過輕啊 其實方向盤打起來是 也沒有什麼虛位 你看 喔 一點點 欸你調回來Normal了嗎 我現在是Sport 喔對它有電子懸吊喔 它RS是有電子懸吊的喔 但是我開不太出差異性說實在的 電門上面我是有感受出來 但懸吊上我是感受不太出來 我現在把它 把它到Normal 我試一下懸吊有沒有差好了 喔方向盤好像變比較虛耶 虛耶 嗯對不對 嗯 喔你這樣也感覺出來 我沒有感受到車子在動啊 其實反應也是滿不錯的啊 我現在是Normal耶 有沒有 然後Sport Sport 比較多一點點 嗯方法面中了 喔有啦懸吊的行程 覺得稍微變得比較阻尼感 稍微重一些些 喔那它過坑洞 也不會有任何過大的彈跳都沒有 而且我認為它的煞車 也不會有過多的晃動 我覺得現在電車真的越做越進步 以前電車可能屈就於電池啊 或是屈就於回充啊 那容易會有一些晃動的情形 比較沒有這種 平紅燈會有車身過多 那種像果凍那種晃動 你看它是完全像汽油車一樣 我停下來它沒有任何的 盾一下 盾底 還是只有某個牌子會 嗯 不知道 你記不記得我們還掉一個項鍊 這個不知道軟體更新有沒有用 不知道啊 真的會啊真的有差啊 不過現在我覺得好像也不太用去講說 電車有多快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都蠻快的 對比快沒有意義 我覺得現在反而大家應該要比較在乎的是 它的加速限不限性 舒不舒服嗎 電池容量 那充電速度就我講的 它最大能夠充電的那個 支援的那個速度是幾KW 那最後一個 還有一個最重要當然是安全性 電池的安全性 我覺得這幾個應該反而是 比起說它有幾匹馬力 扭力有多誇張 0到100只要4.9秒5.5秒 我覺得那個都還要來的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比跟以前汽油車一樣的底盤 跟內裝質感 誰做的好誰做的不好 這個一開就是有歐洲車的感覺 這個比起我之前的那個前一台 因為我歐里亞開好久 還要來的再更硬朗 更重了一點的感覺 有沒有 過坑洞的那種重量感又更有 它現在這椅子好大張喔 它椅子很大張 它是包不到人的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講兩側是空的 包覆感不好 枉費它做那種漂亮 其實這很難做啦 因為它做得太窄 有些人如果比較胖 他可能會覺得被塞住 要不然就是歐洲人體型比較 比較白就比較大一點 欸我講實在 你以一台200萬的車 你看到這個螢幕 你真的會有一點生氣 太小加持器了 這很 我跟你講這出現在MG4 我都我覺得剛好 MG4是不是比較大 MG4都比較大嗎 我覺得好像比較大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就是出現在100萬左右 我會覺得說 你懂我意思嗎 你花多少錢 然後你自己心裡不清楚 對不對 只是說看了會 給人家有一種廉價感 所以我們覺得 有時候我們自己開這台車 我們覺得 我開這RS 200萬的車 就坐上來 那螢幕怎麼那麼小 哈哈哈哈哈哈 啊這上面是這樣喔 怎麼是一個這樣臉 這你自己買的喔 沒有原廠的 原廠送個車兩臉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 老師小推車 感謝車庫七號標哥 給我們這個機會 帶來這個新車讓我們開箱 幫我們把標哥的頻道訂閱一下 因為標哥一個人維持頻道也辛苦啊 今天的分享在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訂閱訂閱 分享一下 我們下次見 N-Yuck 我現在還是Sport嗎 我怎麼 欸還是耶 還是 難怪一踩阿呆的頭又往後甩 哈哈哈哈 Let's go to Enya Coop at us At us No, baby, b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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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